朱婷终于等来收食品!瓦基福银行横扫土超副班长!豪曲九连胜! 资料图。 北京时间2月10日,2018-2019赛季土耳其女孩联赛常规赛进行了第18轮比赛,瓦基福银行主长E3-0击败浩克银行队,取得九连胜,继续排在联赛常规赛的第二位。 朱婷轮休,没有上场,对于朱婷来说,这是一份难得的奢侈品。 瓦基福银行的首发阵容为,主攻迪尤里奥、卡拉库尔特、副攻阿克曼、梅里斯、二船奥兹巴伊、接应斯洛克耶斯、自由人阿伊卡奇。 在前17轮结束后,瓦基福银行16胜一副排在第二位,浩克银行17战皆副排在第12位,也就是最后一位,由于浩克银行的实力不强,瓦基福银行将朱婷、拉西奇、罗宾逊、泽赫拉四名主力轮休。 首局双方争夺激烈,战成10平、15平,此后斯洛特耶斯和卡拉库尔特轮番进攻得手,瓦基福以20至15领先。 对方连续两次扣球出界,卡拉库尔特扣探头得分,瓦基福以25比19千胜一局。 资料图。 第二局瓦基福银行打得顺手,以21比14领先,卡拉库尔特后攻得手,阿克曼拦网得分,24至16。 阿克曼拦住对方快攻,瓦基福银行以25比16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瓦基福银行一路领先,强力进攻和拦网频频得分,以22比16领先,卡拉库尔特处理球得分,24至16。 对方扣球出界,瓦基福银行以25比16取胜。 瓦基福银行四人得分上双,卡拉库尔特拿到全场最高的17分,斯洛特耶斯14分,迪尤里奥13分,阿克曼11分。 对方无人得分上双,格曼得到全队最高的8分。 资料图 mog了 资料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